第一卷 夜生 淮阳县有位姓夜的书生 名字不详 文章词赋在当时首屈一指 可是所向不利 科举场中次次落地 正好 关东丁承贺来做淮阳县令 见夜生的文章很是赏识 就召他来 一谈之下十分喜欢 就让他住进县衙 供应灯火让他夜读 还尝尝赏赐前谷 周济家用 赶上三年一次的科室 丁公在学士面前称阳夜生 于是夜生就成了本县科室的第一名 丁公对夜生的期望十分殷切 相识结束后 索取夜生的文卷阅读 一边读一边积节赞叹 不想人收命之约 闻与运不合 等到发榜 夜生仍然受挫 他垂头丧气 从省中归来 神愧对不起知己 形容憔悴 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神情痴呆 就像木偶 丁公听说 就召他来 好言安慰 夜生感动得 泪流不止 丁公同情他 和他约定 等自己认满 进京述职时 带他一起北上 夜生十分感激 告辞回家 闭门不出 不久 夜生得病卧床 丁公不断派人慰问 送来药品钱物 可是服了上百天 药丝毫不见起色 这时 正巧丁公因得罪上司 而被免官 即将卸任离开淮阳 就写了一封信 给夜生 大义说 我不久将回关东 之所以迟迟不动身 就是为了等你 你如早上到 晚上我就出发了 信送到夜生 卧床前 夜生捧着他 气不成声 就托来时 转告丁公 病重 一时难遇 请先启程 来时回来 离告丁公 丁公不忍心走 慢慢等他好起来 过了几天 看门人忽然通报 夜生到了 丁公大喜 迎出去问他 怎么样了 夜生说 因犬马之病 老先生久等 四前想后 心中无法安宁 如今 幸好可以随行 丁公就 整肃行装 准备次日 一早出发 到了家乡 丁公命儿子 拜夜生为师 早晚都与夜生在一起 公子名叫在昌 当时十六岁 还不能做文章 但是聪明绝顶 一应文章致意 只要读上两三遍 就不再遗忘 这样过了一年 便能落笔成文 加上丁公的威望 就进献学 成了生源 夜生将平生 所拟做的 应试制意 全部抄录好 交受给公子 吸毒 相试时 七个考题 公子 无一脱漏 中了第二名 一天 丁公 对夜生说 你拿出一点灵头 就是小儿 一举成名 可你自己的 黄中之音 具长期气质 这可如何是好呢 夜生说 这恐怕是命理注定的 借你父子的福分 为我的文章 扬眉吐气 使天下人知道 我半生沦落 并非文章输给他人 我的愿望 也就满足了 况且读书人得意知己 可以无憾 又何必抛去秀才的白衣 才算得意呢 丁公 因他长久客居关东 恐怕错过了三年一次的 岁氏日期 就劝他回老家怀仰 夜生神情 惨然不大痛快 丁公 不忍心勉强地 就吩咐公子 到京中出钱 为夜生 捐了个奸生 不久 公子殿氏 又中了进士 受礼部官职 就带了夜生 一起到官署 朝夕与供 过了一年 夜生参加顺天府乡试 竟然得中举人 这时正好公子奉差 主持南黄河水道 有关事务 于是对夜生说 这次赴任之处 离贵乡不远 先生现已青云奋飞 可以依尽还乡 大快平生了 夜生也十分高兴 于是师生二人 则定吉日 上路难行 到了怀阳地界 公子命仆人背马 送夜生回家 夜生见门户萧条 心中很是欺赏 他迟迟一遗 走到庭院中 妻子正拿了 养你的波及出来 一见夜生 吓得丢下波及 转身就走 夜生欺然说 我现在已显贵了 仅仅三四年不见 为何就一点不认识了呢 妻子离得远远的 说道 你死去已久 还说什么显贵 之所以没有及时 安葬你的灵酒 是因为家里穷 儿子还小 没办法罢了 现在老大已经成人 很快就要选定墓地 为你营葬 请你不要作怪 吓唬活人呐 听说 怅然若失 迟迟一遗走进屋子 看见自己的灵酒 真的停放在屋内 不禁 扑倒在地 身形顿时消失 妻子大吃一惊 看地上 只见衣冠鞋驴 像蛇褪皮似的 褪落在地 伤心急了 抱住衣服痛哭起来 夜生的儿子 从学堂中回家 见门前停着马车 问明白从何而来 大惊奔告母亲 母亲泪流 把刚才发生的一切 告诉了他 母子二人 又细细向蒲丛打听 这才原原本本 知道了详情 蒲丛回去以后 公子听说此事 泪垂胸肩 立即命人 背办车马 到夜家哭掉 出钱按照举人的规格 为夜生营葬 又给了夜生的儿子 很多财物 替他请先生读书 并托学史观照 过了一年 夜生之子 就进学 成了秀才 一时事说 魂魄跟随知己 竟然忘记 自己已经死了吗 听说这个故事的人 都很怀疑 我却深深地相信 相爱的倩女 离魂可随情人而去 知心的朋友 千里有时 梦中之路 更何况 春残土司 文人 藕心 沥血 方有所作 高山流水 只因沟通心灵 才成至交 爱 人生愈合 难以预料 一己遭遇 常不如意 来去洛洛寡河 只能 固饮 长愁 生酒 林林 傲骨 唯有 搔手 自怜 叹一脸 寒酸苦涩 招鬼物 业余 超辱 屡 楚落榜 困境 连头发 胡须 也无 一 可取 名落 孙山之外 就文章 慈父 都通篇 是病 古往今来 痛哭之人 受推 献欲的 辩和 奇迹奴台 颠倒之群 谁是 石马的 伯乐 怀藏鸣片 多年 头地无门 字迹 已经磨灭 侧身 展望 四海 无以为家 满目 近是 凄凉 人生 世上 只需 闭着眼睛 走去 听认老天爷 一扬百步 而已 天下高明 有为 而潦倒 沦落 像夜生 那样的人 已正不少 只是 怎么能让 爱才的 丁弓 再来人世 而让他们 生死 相随 你呢 哎 by bwd6